大安区立委补选进入倒数计时 现在国民卿三党几乎是请全党之力动员来辅选 周期新闻独家掌握 其实我们看到大安区拼得这么凶 很巧的是其实三党主席 包括了吴伯雄 蔡英文 还有郁慕明他们统统住在大安区里头 所以主席的地盘有选举 也难怪这场补选这一仗是谁都输不得 新一六立委选举向大安区区名 手上拿到的这份选举公报 共同党主席吴伯雄 民党主席蔡英文 还有新党主席郁慕明手上也都有一份 还真的有够巧大安区立委补选 吴伯雄 蔡英文 到郁慕明 这三党主席居然都住在大安区 各党的主席就有全都是大安区 所以我曾经要求呼吁说 要他们主席都出来我就出来 主席们不出来我就不出来 因为我了解蔡英文的方案都是大安区 我也是大安区 主席的地盘更不能输 这一仗打起来候选人有压力 负责抬教的党主席压力更大 投票日当天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会现身投票所 盯全家人票票入轨 民党主席蔡英文则是要到建安国小 投下神圣的一票 清党运募明除了自己去投票 还打算陪姚立民一起投 主席这一票不但要投自家人 还要用主席光环加持催票 主席文李明文唐光南台北 太棒了